來到巴黎的第九天 我一大早就衝去雨果的博物館 除了博物館之外 其實還有她的家 一樓就是Exhibition Room 二樓就是她的住宅 在這一層他們劃分了三個區域 去說回她的生平出來 而這間房就是中國風的Living Room 她連文房四寶也有 而全家屋我最喜歡她的睡房 因為她很低色但又很漂亮 而這個地方也是她在185年去世的地方 然後我就去了巴黎的美術館 這個美術館和剛才的博物館 Museum Pass都是包包的 不過進來這裡的時候 就要去售票處換一張票 話說之前兩次來巴黎的時候 巴黎的美術館還在行維修 所以這次進來我就很專心 看剪品 還有天氣很好 我想說 看完美術館走去地鐵站的途中 經過這間糖果店 是忍不住衝進去的 我回到香港去檢查 才知道原來他們只有一間店 這樣都被我看到實在太厲害了 這些是他們用糖砌的蛋糕 然後他們也可以夾糖 不過他們計錢的方式 就是計碗有多大 所以我那裡很細心很細心 慢慢在我夾了很久 然後我就去了喜歡吃麥克蘭的人 都認識的 Ladoui吃午餐了 這次我只是可以坐樓下 因為男朋友 吃午餐比較好 所以我要吃午餐 那我就決定今次要試另外兩個 我上次的Safet Kit 那我都選擇這裡的Rose Tea 英國不必給大家吃 哈哈又忘了拍了 又要給你們看舊照片 這個就是Rose Tea 然後蛋糕 我什麼時候才可以試完所有味道 但如果吃完會破產 是不是 好了現在吃完 上去看 上去看 那現在 因為可能不是很多人 所以就沒有開到這一層 那其實我上次就坐這一層 這裡的頂就是雲 但下面就有一些ANGEL的畫 這裡就是另外一間房 很漂亮啊 我上次也看不到的 然後廁所呢 其實是我重點推介 會去旅行 當然是最重要去哪裡 也要參觀廁所 看看裡面有沒有人 沒有人的 給大家看一下 是很舒服的廁所 那好啦 給大家看完樓下 那一間Shop裡面呢 還有賣一些supenier 和物體 就是這裡 其實跟香港差不多 都是賣一些 好像香港有沒有scarf 我不知道 補給啊 書啊 寶寶 袋啊 這樣 在旁邊呢 就是麥克朗 在旁邊而已 上次呢 我見到有個很漂亮的 就不知道今次是誰 冰箱啊 不過不是很貴而已 這麼大杯 但我現在很飽了 已經吃不到這些 現在出了冰箱 好想吃 真的很飽 這次的帥哥在這裡 那我們走了 哈哈哈哈 這個就是我上次見到的帥哥 哈哈 吃飽了走走走走 就看到蛇在地鐵 說自己減價那間牌子了 我剛剛找到一件衣服 女裝 49元很漂亮 打算走完 沒有其他東西 如果你們適合的話就買一件 誰知道呢 我當然是衝去我的童裝 我的童裝 因為我永遠童裝又便宜一點 而且其實也會漂亮 之後呢 神經病的 我找到這件衣服 29元 童裝 29元以現在的匯率來說 其實是不用300元 漂亮嗎 29元而已 好開心 然後呢 我剛剛發現了一條褲子很誇張 這個外人這麼寬 我想我可以捅到一個褲腳 哈哈 我看看有什麼買 然後我就去了另一間 賣很便宜運動用品的地方 好了 買完三樓下 也有另一間 又是北京在地鐵閘買網 不知道有另一級人 這雙鞋呢 是給別人騎馬用的 所以是防水 然後去到法國做 現在減價 特價是11.9元 你想想 一百元都不用 然後我現在買給我媽的水牌 這個就太多東西太划算了 為什麼這雙鞋賣去過沒有的 救命啊 好了 現在來到這間 傳統的法國餐廳 他們有很多東西 只是沖的樣子 就是牛馬和薯條 但是你吃完的話 是可以再感覺 那都是頭盆 不是頭盆 不是頭盆 就是加根法國餐廳 差不多一來就會被 法國餐廳 之後這個就是沙律 然後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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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飲料 水 還有不知道什麼 有多少 因為它英文不好留你 那之後呢 那邊我平衡的時候 是有20個人在這裡 但是如果你看到門口 我現在是坐在門口 門口有桌 所以你馬上跟他說 其實我坐在門口 就完全沒有問題 所以我們戰勝了20個人 那 一間牛肉 來我做影片給大家看吧 好了 這個就是那個餐廳 其實這間餐廳 是朋友的朋友介紹的 但是其實我覺得 不是特別好吃 而且其實它只可以感覺兩次 那就是這樣